在学生合唱妈宝的旋律中为活动拉开序幕 母亲节前夕 位于彰化田中的励志中学 举办励志梦想学院成立周年感恩活动 邀请法务部长蔡清祥 利明营造董事长吴春山等 协力企业主 共同建政学院一年来的成长与成就 感谢很多社会上热心的人士 像舞董他们 让我们一同来观想这部MV 我们的故事 来为孩子们他们能够打造未来 我相信透过众人的努力 我们的小朋友一定会能够感念 感谢大家的帮忙 让他们面对未来的挑战更有信心 回首毕露蓝绿的过往 校长林佳如表示 由于监信法务部让阳光洒进监所的行政透明政策 所以总能在遇到困难时得到贵人相助 让立志梦想学院以去年五月顺利成立 成为矫正学校首创的公司协力实习场域 因为相信这两个字核心不容易 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也如此的相信我们的司法少年 迷路少年 让他们一个机会 我们办这么多活动 创造这么多的机会 就是要跟各界讲不用担心 我们要对这些孩子放心 我们宁可多花五万块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未来不用花五百万 甚至更多的社会成本 以补都来不及 大家一起来为迷路少年加油 在保护部的支持项目 我们的支持项目 我们的做备人这件事情 很多朋友都想来参与这个事情 我想今天是一周年的激励 这些学生的成果会未来在于大家的面前新鲜 我们希望这个学校越搬越好 大家看到很多冠金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我替他们高兴 希望这些人都成为将来社会上最优用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非常聪明 只要引导到他走到对的路 他们一定是康庄大大 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机会参与这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谢谢大家 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 非常感谢各界企业公司协力成立梦想学院 让接受感化教育的孩子 可以为出校做准备 未来也希望继续凝聚 公司部门合作共识 为学生引进更多元的课程与学习环境 记者陈文旭采访报导 来里面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